这些竹筷包装或是在使用竹筷的时候 很容易被旁边的竹筷卸手刺伤 现在就有民众以被刺伤为由 向店家索赔医药费 小时定用餐或餐厅吃饭免洗筷 都是搓一搓 就是要避免竹筷子的小尖刺刺伤手指 但新北市淡水一名妇人 被刺伤进向店家求偿1700块钱 事情就发生在今年2月 新北市淡水这间连锁自助餐店 当时妇人控诉免洗筷品质不佳 害她手指被插伤要求赔钱 店家傻眼当场拒绝和解 没有想到妇人竟然报警找这户车 坚持到医院就医 是否还告店家过时伤害 店家傻眼po文说 真是让他们大开眼界 背着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对 因为我之前也有被免洗筷刺伤过 我每次用免洗筷的时候 都会就是搓一搓 因为之前有被搓到过 打开的时候 看它有没有那个屑屑 会特别的小心 对 当事店家低调不愿接受访问 警方也表示的确有此案 依法数理送败 只是筷子自己使用不到 要够店家过失伤害 是小题大做 还是另有目的求偿 恐怕当事人心里最清楚 记得新北综合报道